范爷为什么会选择李晨,有很多人都不知道,网友,说了这句话。 范冰冰跟李晨两人在一起是得到了很多人的祝福的。但是为什么范冰冰会选择李晨呢? 范冰冰从16岁开始,也就是从拍摄《还珠哥哥》到现在已经21年了,一路上风风雨雨,终于从士兵熬成了将军,功成名就了,接下来要找的就是一个能够陪伴自己以后的男人。 当然这个男人不能太老不能太嫩。年纪大的富豪,范冰冰见得多了,跟他有纠结的人就有20多人,都是富豪和老辣肉。 范冰冰年轻时借大老上尉,自己也成了富豪,现在在找一个富豪丝毫无用。 那为什么不找小鲜肉呢?范冰冰在演艺圈内既操心又费力地折腾到现在的37岁,正是该好好追求艺术的时候,再找一个小鲜肉,还得为他从头做起。 这又何必呢? 所以,相应的综上所述,李晨算是范冰冰的最佳男友之选了。年龄相当,精力想象。家境相当。门当户队。 最关键的一点李晨是个红三代,爷爷奶奶是军人,父亲母亲是军人。 李晨一家在京城人脉身后,方方面面的关系都能挂得上钩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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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